这是兜兰 后面是月季 兜兰的种子和月季的种苗 在去年11月搭载我们嫦娥5号航天器登月 在月球待了22天 经历了太空高辐射高真空微重力 这样是客观的条件以后呢 它会引导它产生基因变异 然后带回地球以后我们经过培育 选育选育是比如说 花期变长 花瓣变大 颜色更丰富 这样一些新的品种